頭條開獎提到開會員囉 邀請您加入會員 加會員支持頭條開獎 一起成為最有影響力的華文新勢力 陸委會的副主委邱垂政呢 他倒是向宋濤喊話了 呼籲大陸當局正式尊重台灣人民 堅守中華民國國家主權 真是自由民主核心的理念 改變對台搶制性的負面政策 作為務實的改善兩岸關係 好 這是對對岸宋濤最新的一個喊話 但是我們要看現在我方做出了些什麼呢 對於小三通現在仍然通不了 還有另外一方面呢 是對於連大三通的部分 現在說大陸對岸有疫情 有最新的發展 所以呢 你說要四個行點 能不能夠繼續再增加 很多的台商都有這樣的呼籲 可是現在不動如山 那麼倒是在對岸 我們倒先看到的就是 我剛剛一開始所講的 公佈二零二三年關稅調整方案 ECFA繼續做 那麼維持零關稅優惠稅率的部分呢 甚至還提到明年的七月 要另外再對六十二項資訊技術產品 優惠稅率實施第八部的降稅 那麼呢 從現在目前來看的話 那麼是不是真的 大陸方面釋出的善意 才比較有誠意呢委員 邱垂正的談話 我給他一個肯定 一個批評 在肯定的地方說 注意到他的用語叫什麼 中華民國國家主權 他第一次沒有用台灣主權 沒有用中華民國台灣主權 這是民進黨現在最流行的 中華民國後面沒有加上台灣 不算數 所以要姓中華民國 名台灣叫中華民國台灣 或者姓不要啦 就只有名字叫台灣主權 邱垂正用中華民國主權 這樣出自陸委會的口中 我剛開始還不太習慣 現在發現了以後 我當然給他一個肯定 他終於回到了 願意談中國架構 因為有中華民國出現 就是一個中國架構的討論的前提 再來他談的所謂的 自由民主的核心理念 那是空洞 有跟沒有差不多啦 但是重點是在他要求說 能不能請宋濤主任 能夠誤實的改善兩岸關係 這個多值得肯定 沒什麼好討論 但是要幾點批評 什麼要批評 要改變對台強制性的 負面政策跟作為 大陸對台有什麼強制性的政策 我來跟大家解釋一下 就是說大陸基本上是 核戰兩手策略 第一個主張和平統一 主張兩岸融合 主張兩岸都是中國人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然後另外一手呢 就是戰爭的手段 不斷的有很多的軍機啊 機艦啊 跨越海峽中線啊 等等的圍島演習啊 還好不是鎖島演習 是圍島演習 還沒到那個地步 那為什麼呢 因為民進黨改變了政策了 民進黨很簡單 他們就是放廢棄的九二共識 否定了一個中國的架構 他如果講是中華民國 那基本上這是中國架構 國號不是國家 每一個政府都可以為自己的國家取一個國號 你愛取大清帝國 那還是中國 你要取中華民國還是中國 你取中華人民共和國 你能然是中國 所以中華民國代表的是一個中國架構底下的一個政權的名號 你不是說哎呀我自己取一個招牌 我就是一個國家不是的 舉個例子 我如果自己搞一個公司叫台塑公司 我就是那個台塑公司嗎 不是 有了這個概念以後 他回到中華民國的國家主權 那問題中華民國國家主權來自哪裡 他就是中國主權的一部分嘛 那就有討論的空間了 那如果民進黨知道這樣的一個論述的理論的法理的邏輯 就應該回到什麼 九二共識 不要再廢棄九二共識 那回到九二共識會不會有什麼 核戰兩手車輛 占了成分就一直往下壓 壓到什麼程度 壓到了差不多這個馬英九時代 馬英九時代有極限鬧談嗎 沒有啊 我們還可以到WHO去晃一晃啊 可以到很多地方晃一晃啊 然後當你廢棄九二共識了以後 就會核戰的成分就往上升 那如果你這個民進黨的政府的大陸 蘇委員會 當然他懂的這件事情啊 就是說如果你不回到九二共識 或者到了類似九二共識 即使沒有回到類似九二共識的程度 那大體上也可以減輕了 核戰這個兩方面的策略的壓力 其實台灣以前對中國大陸 以下是核戰兩手策略嘛 好像這個他比較年輕啊 還沒有反攻大陸 喊得很難講的經驗 我這個年代裡面是有的 我們那個年代裡面 基本上沒有什麼海峽中線 因為那個時候解放軍的海空軍 軍力比較弱 相對的台灣在美國的支持底下 海軍空軍的實力比較強大 所以我們今天講跨越海峽中線 什麼黑貓中隊啦 什麼什麼一大堆的 就到大陸上去侵勞 用我們現在的說法就是 騎勞 干勞 侵略 老台 我們以前那老陸 那這個 所以肯定嘛 那他還有批評 我批評就講說他沒有回到九二共識 講後半段 就插了這一節 那大陸送了大禮包了 大陸上就是核戰兩手策略嘛 就是在這個經濟上面 這個ECFA繼續運行啦 然後有一些該免稅的 該優惠的該給的 通常給的 就是核的部分 那戰的部分 他的這個武器一樣一樣出來 跨越海峽中線的機隊 機群艦隊 越來規模越來越大 換句話說是以武逼談 簡單講他要以武逼談 你到底談不談啦 政治上談不談 我們要不談 大家拉倒繼續 那會不會從圍島演習 變成鎖島演習啦 我認為這要看民進黨政府怎麼做 民進黨政府如果繼續 要耍這個耍那個的話 那個有圍島演習 走到鎖島演習 指日可待 馬上可以看得到 那蔡英文到澎湖期 實戰涉及訓練 他能幹嘛 他能幹嘛 他有說我認得基礎的軍事訓練吧 沒有啊 連那個紅準那個 那個飛彈有沒有 都拿錯方向 亂擺一通了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 他是做出很不好的一個模範 沒有委員啦 他還是要做做樣子啦 不然的話對不對 現在最近都被罵翻了 然後最近又才推一個 兵役延長一年 他不能夠率先到了一個 澎湖去釋島的話 那你叫他能幹嘛呢 所以我要請教一下 紅婷了 你看現在蔡英文很認真 做給你看 趕快到澎湖去 又帶著顧立雄 又帶著國防部長邱國正 對不對 去釋島 釋島什麼呢 特戰實戰涉及訓練 然後還強調說心智下 你看他就是在強調這個嘛 當兵絕對不是在浪費時間 沒有讓你浪費一年啦 可是紅婷我要問的是這個 背板出現台美協訓成果報告 成果報告 這邊打錯字 是在這裡 成果報告 強調的是台美協訓喔 這不就是在呼應 這次蔡英文特別強調的嗎 要導入美國 他們有這個作戰的訓練的模組 來訓練我們的台灣的軍人嗎 好那但是呢 特別強調這件事情的用意是什麼呢 那記不記得之前 我們也曾經看到 我們的這個國防單位 他們在公佈那個照片的時候 還曾經特別讓美國的人 人事入境耶 那就是從以前都是低調 默不吭聲 默默的做 變成是高調宣揚喔 這是一個很大的轉變 我覺得我們談兩個部分 就是說這是一個現狀 這個現狀是這樣子喔 過去我們在看 整個局勢緊張的時候 都會發生一件事情 從最早最早有沒有 美軍的國防部出現影片 然後有我們的特種部隊 在那邊訓練 這個就有點插邊球的概念 那後來到台海比較緊張 特別是在佩洛西之後 那慢慢就出現就是說 我換我們這裡 主動公佈出來就是說 美軍其實已經有人在我們這裡了 那這個是一個事實 這也是一個現狀 我們談完事實 談完現狀以後 談角度 這分兩個角度 第一個角度是什麼 第一個角度是 這是台美一起要挑戰 所謂的中共的底線 因為過去中共其實有談過 這樣的一個類似的 這樣的一個事情 也就是說 這是它的一個所謂的 競爭策略中的一環 也就是我一直在pushing你 那希望就是說告訴你 就是說你看 你說怎麼樣不行 你說之前不能有船艦過來 然後呢 我一開始還挑戰你 我來個海監船 後來我來個海軍研究船 都不是兵喔 到最後 培洛西來的時候 我換什麼 我換軍機下來 那慢慢一步一步 在逼近你的這樣一個底線 那這個pushing也是一個事實 而這個pushing是為了什麼 兩個部分 一個人部分解讀就是說 其實坦白講 美國就是要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去怎麼樣 慢慢的把台灣導入 所謂的一個競爭的 這樣的一個一環裡面 然後一直挑戰你 一直挑戰你的極限 而且強調了一件事情 尤其在去年的10月 當時蔡英文在接受 CNN專訪的時候 她就已經講到說 我們有引入美軍的 協助台灣的這個協訓 所以這裡面這個部分 大部分的人也有一些人 是往這個角度在看 也就是說你看 其實兵役通過之後 我自己個人特別 對外交部有非常大的意見 外交部寫說 台灣人民已經準備好 為民主自由而戰 他寫這樣的一個小編 在他臉書上 我對這樣的話沒有意見 但我覺得用語可以好一點 準備好為這個東西而戰 還是準備好守護 這個東西而戰 那是不一樣的 我覺得台灣民眾 大部分的人 中華民國國民 大部分都有一個概念 就是我為了守護我的家園 守護我們喜歡的民族制度 跟生活制度 我願意一戰 但是你講說 我們願意為了民族自由而戰 對不起 我覺得那是兩碼的事 一個是主動 一個是被動 所以這個到底是一個 刺激性的一環 試圖的把所謂的台灣 跟台海 跟所謂的烏克蘭化 這是一種角度 另外一種角度 就是過去冷戰在做的事情 就是戰爭邊緣策略 也就是我一直push你 就是告訴你說 坦白講 現在這個某種程度有點露 就是說show cut 露底線 就是說 雖然你不要直接動台灣 因為我告訴你 台灣有什麼 有我美軍在這 他就是故意的 你動台灣 對 等於視同對我美軍的攻擊 對 然後如果切到這樣的一個紅線的時候 那我會有相對應的動作 所以這兩種角度 我覺得都有人在看 但是重點還是什麼 事實很簡單 除了角度以外 回歸事實 事實就是什麼 台灣因為這樣子就變得更危險了 而這樣的危險 到底有沒有它的必要性 跟有沒有它的意義 我覺得這個真的有帶上去 美國就是要主動釋出這樣的訊息說 這裡有我的角色 我美軍呢 好像是個靠山 那蔡英文呢 也樂的就宣揚配合美國 對著媒體來做這樣的一個宣傳 說有邪訊的合作 但事實上 你覺得真到了這個作戰的時候 美軍真的會幫我們 這個對付解放軍嗎 賣更多的武器 恐怕才是真正的這個藥物 可是你看現在 其實這次有一個漏網鏡頭 那大家就在說 才剛宣布什麼兵役延長一年 結果國防部長邱國正 陪同世道的時候 他本來戴了一個迷彩小帽 當場因為風大就被吹飛了 然後有人講說 這個是不是代表官帽沒了 飛走了 國防部長邱國正 真的還會繼續做下去嗎 還是說他的位子都不保了呢 網友就是議論紛紛 但是就看到一個這樣的漏網鏡頭 但話說回來 我們現在看 在這一次宣布了這個兵役的調整之後呢 這個不僅僅是官方大力的做文宣之外 世修我們也看到了 現在是不是透過民意的調查來洗風向呢 台灣民主基金會民調顯示 假如台灣宣布獨立導致大陸武力攻台 有63.8%受訪者表示願意 為保衛台灣而戰耶 真的是這樣是符合民意的數字嗎 還有如果中國為統一對台用武力 71.9%的受訪者也表示願意保衛台灣 真的這是符合台灣的民意的嗎 那麼另外一方面我們也看到了 這個台灣議題研究中心 那麼他們也針對兵役延長 網路上的留言的內容 做出統計結果說其實 37.8%以上快四成了 都肯定這次做的這件事就是薪資調漲 因為能夠調高薪資 所以就肯定了嗎 另外有12%的人認為兩岸和平 不要戰爭其實才比較重要 而有9.1%認為當一年的兵 那是合理的 好 那如此一來 其實我們看到的師兄 你覺得這真的是台灣的多數民意嗎 剛才宏廷哥提到那個外交部的文宣 這件事情值得一提 因為他那份文宣呢 他中文是寫 台灣人民已準備好 為國家及自由而戰 可是他的英文 他下面有一行英文版的翻譯 Taiwanese are ready to fight for their freedom 怎麼只剩freedom 沒有国家了 然後我就有一個朋友就吐槽說 為什麼換成英文國家就不見了呢 我就留言說 當然啦 換成英文國家就不見了 大家懂意思 換成英文國家就不見了 真有才 那現在這個 當然這個兩岸關係啊 大家這個線上的網友有沒有聽懂 聽懂了請家 換成英文國家就不見了 好啦 現在不過這個國家呢 在陸委會口中呢就回來了 中華民國就回來了 陸委會說啦 在陸委會呢 從來都沒有抗中保台 這四個字啦 當然我覺得這是陸委會正當的立場啦 可是兩岸關係 終究你還是要回到 美中對抗的框架下 美國人當然是很奸詐的啊 他想要去升高 台海之間的這種危機意識 去防堵中國大陸的這個崛起 可是他又不希望台海真的出事 因為台海如果真的爆發戰爭 對不起解放軍大概一個星期 甚至不到一個星期應該就會搞定 而且美軍是不可能出兵來幫你對付解放軍的 所以不論說現在 你看總統在那邊做文宣做大內宣 然後尤其是我覺得這國防部真的該打屁股 他們在簡報部分呢 他們就是大喇喇的 明明有記者在拍 他們還秀出那個台美邪訓成果報告 就是故意的啊 台美邪訓這件事情其實 歷來就是從貶政府到馬政府到蔡政府 歷來因理論上是只能做不能說 默默的做 當然這件事情你說到底是他故意秀出來給記者拍 還是呢他們根本就不在意 不小心露出來了 但總之事後國防部是不予評論 就是他不否認也不承認 或者更正確的說他不能否認也不能承認 應該叫不能 所以我覺得說這個你到底是要挑釁呢 但是我們就問挑釁有用嗎 你如果今天譬如說之前美中貿易戰 你看中國大陸跟美國那邊互相嗆聲 然後互相祭出什麼制裁的政策 那個是真的對對方有些殺傷力的 可是台灣這邊自從蔡英文上任以來 一直在玩這些小動作 玩這些小動作我請問你 如果今天你是中共的領導階層 或甚至你是中共的民間的這些人民 你看到台灣玩這些小動作 你想說他是有燒到我的寒毛嗎 好像也沒有 他有點看不懂說台灣人到底在想什麼 台灣人搞這種小玩意的小把戲 到底有什麼用 甚至還自損自己的 現在當然又放民調帶風向 說什麼有六成多的人願意保衛台灣而戰 如果中國要武統的話 有七成說要願意衝軍保衛台灣 那我就問你那為什麼國軍人才招募中心 募兵總是失敗呢 是啊 對不對招不到人呢 二十一萬只募十八萬還缺三萬 這一次為什麼改一務一改四個月改一年 其實就是你其實變相的承認了過去幾年的募兵制推動是失敗的 你從來都沒有花心思在募兵制上 我先說我在星期三的時候我也講過了 募兵制是陳水扁任內 就說他的目標是百分之百的募兵 馬政府是延續這個方針 蔡政府蔡英文當時在競選總統的時候 他的國防藍皮柱也支持這個方案 事實上在蔡英文執政的第一任 他也是往募兵制方向去推的 所以我今天不是說要去批評說 你募兵制正兵制 我說你們竟然認為募兵制是正確的政策 為什麼你們現在不敢捍衛 你們現在竟然說募兵制不夠 所以我們要易烏裕 那你是不是先回過頭來檢討 你募兵制的失敗 你募兵制的失敗就來自於說 你名義在怎麼查六成七成 但是就沒有人願意簽下去啊 蔡英文現在告訴你說 我要發春聯了 歡迎來索取是不是 推出的新年春聯啊 還有紅包啦 喜福運圖這四個字的春聯 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我這個文學造詣太差了 我實在是看不懂 倒是有網友啊 就在那邊旁邊啊 開始就開栓 說什麼額額額 我還以為有額年啊 不對啦 是兔年 然後有人說 喜福運圖 人鬼殊途 另外還有人說 要上戰場了 紅包袋裡 有放護身符嗎 甚至還有人說 好意思在那兒 歡慶新年啊 你把台灣年輕人 都帶向戰爭了耶 好 委員 那請您來評評理 到底蔡英文寫的那春聯 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去談蔡英文的文化水平 是實在很困難的一件事情 他以前就有個自自然然 那個名言 連我們的台灣文學史上很重要的賴何先生的用語都可以讀錯 會把它讀成字字籃籃 實在是很好笑的一件事情 這喜福運圖啊 他們本來是想要耍點小花招 說明年是兔年 所以我圖用兔來用運 喜福運圖 運圖 取其諧音 就取其諧圖了 但這裡面啊 要不客氣講 從中文來講 就不倫不類 喜是一個字 名詞啊 動詞啊 符呢 名詞啊 動詞啊 然後運圖 運圖 在閩南裡 會比在這個普通話國語裡面 更有意義 就是說 你當要去看那個算命先生的時候 我的運圖怎麼樣 你給他擺一個流年 運圖 運圖 運圖是在你在 通常在問那個算命 才會講說 你幫我算 未來的運圖怎麼樣 意思是未來的前程 今年兔年 我會怎麼樣的啊 然後 這個明年 農年啊 應該怎麼樣 在舌年 我會怎麼樣 你們都排排流年 這個叫做問 問訓於這個 算命先生 我們現在真的需要去問算命先生 以目前來看什麼都不確定 太茫然了 太茫然了 已經不確定了 對對 在這種高度不確定的 壓著人家去當兵 還能夠洗 還能夠服嗎 原來是這個蔡英文 送給每個家庭的這個 所謂的福袋啊 就是要很多家的兒子孫子去當兵 這個太容易了一點 所以人家說要不要放個護身符 或者平安符也好 意義不大 而且這個字 他是找設計師寫的 不是書法家寫的啦 所以這個 這個字 我個人認為 找人代筆也不錯啦 至少他自己寫不出這種水準 但是台灣的書法家 應該有比這個水平更高的人可以寫 我再回到前面那個問題 就是說 多少民調願意出來 所謂為了抗中保台 不管是說台灣全部獨立底下 保護台灣獨立 還是其他用意 我要很殘酷 告訴大家一個歷史的事實 國家跟領土的問題 民意無法決定 再多的民意也沒有什麼意義 只有國家實力能決定 我舉個例子 美國南北戰爭的時候 南方的民意百分之百 要脫離聯邦獨立 這個很多人現在讀那個 都被美國人騙 說美國是為了解放黑奴 打南北戰爭 我送了兩個英文字 叫bullshit 亂講一通 為什麼 因為那個純粹是為了關稅問題 南北兩方面吵架 那南方為取得關稅自主權 宣布怎麼樣 這個獨立於北方 當時南方是百分之百要著獨立的 那北方有沒有百分之百要求投影 沒有 但是林肯一聲令下 權力鎮壓 武力鎮壓 武裝鎮壓 整個戰爭打下來 南方怎麼樣死傷成疾 三個男人死一個 幾乎是全世界死亡率最高的戰爭 我講十九世紀 那時候才十九世紀發生的 那任何涉及到領土問題 就是用戰爭解決 已經沒有第二條路可以走 大家必須要認知這個客觀事實 你要能夠打贏這場戰爭 你要獨立就要能夠武裝獨立 而且能夠成功 那如果你沒有辦法武力獨立 你就腦筋想一想 這條路就尋不通了 那一樣呢 這個大陸 核戰兩手策略 坦白講他們自己也心知肚明 只有武力能夠統一台灣 沒有別的方法了 那因為不可能 台灣的民力不可能支持 跟你談判這種政治上的東西 所以打破這個僵局 兩方面都要被動用武力 那到時候看誰的武力強 武力弱 其他的 我都送兩個字 bullshit 就牛屎 亂講話一通 所以這個 你說講多少人要保衛 意義也沒有 那你說意願 意願跟行動差距非常大 因為這是戰爭 剛才這個士修兄講了說 募兵制 我講個客觀的事實 我們軍官學校 招得到軍官嗎 一個沒有軍官的軍隊怎麼打仗 我聽不懂 那如果沒有這種專業素養的 這些軍官來帶兵 打仗的話 那個軍隊是沒有什麼意義的 就像我們三軍總司令 不懂軍事 這是台灣很大一個致命傷 理由在哪裡 理由在你看現在美國的民調 要求總統要有當兵的經驗 才能當總統 就是說他們當然嘲笑 拜登沒有當兵 他說拜登年紀太大 一個 他覺得美國人民不喜歡他 第二個他沒有當過兵 不知道軍隊生活有多苦 都會隨便派兵 隨便鼓動戰爭 所以這種總統 我們不要 偏偏我們台灣都遇到了 所以沒辦法 我們總統以為當兵 就是到澎湖去視察 那給他看 他當兵 哪有那麼簡單 沒有那麼輕手 而且他們講說這個打的 還是什麼空包彈 對 再說講這個科技話 不要說美台學訓沒有用 上帝來幫台灣學訓 打不贏解放軍 我坦白跟你講 為什麼 不是我講的 國家安全局的所有的國防報告 都是如此 國防部說的國防報告都是如此 從來沒有一份報告 包括美國的軍事研究報告也是如此 從來就沒有一份全世界曾經出現一個報告 說台灣軍隊能夠撐掉一個禮拜 從來沒有 你再去買那個什麼掃地雷 這沒有用 為什麼 主要原因只有兩個 第一個 我們兩方面的GDP差距太大 我們大概七八千億吧 那個大陸是18兆 那這個GDP就決定了你的國防可以出多少錢來打仗 今天烏克蘭為什麼打那麼慘 烏克蘭當時為了要處理這個烏冬的問題 是90%名利支持烏克蘭政府啊 就打下去怎麼樣 沒有用啊 全部當難民跑了 還不得不下令 哎呀18歲到幾歲的 不可以離開 不是還是一樣慘嗎 這個是實力的對比啊 那原因很簡單 就政治人物腦筋有腦霧 不曉得這個很多事情的厲害跟重要性在哪裡 如果你有和平可以談判出來 其實就不用戰爭 田先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事 要你用戰爭跟生命去保衛 我也不相信自由民主是用武力能夠保衛的來了 從來就沒有這種事 不信你看看世界長的什麼樣子 你說拉丁美洲被美國搞政變 被美國推翻的那些政權 有哪一個不是自由民主 你是自由民主照常推翻 為什麼 因為你考到人家的利益 就這麼簡單嘛 那這個世界就是一個很現實的世界 我們台灣人如果要活在自己的夢幻中 因為我今天過得很好啊 為什麼 以前大陸人只要提到台灣 每個人都竖個大拇指 台灣最美麗的風景是人 但是在大陸上隨便打開 他們網上一看 百分之九十以上一片 喊武力統一 從來沒有人講和平統一了 連那個國台辦啊 宋濤宋主任啊 上去其實我也改不了國台辦的命運 為什麼 國台辦是全中國所有的官方網頁底下不准留言的 為什麼 留言一片上去就罵國台辦 你是跪台辦 軟弱 對 你是在支持台獨的辦 什麼罵聲連連 為什麼 因為他們就要武力統一嘛 那你台灣人如果不面對這個現實 簡單講 現在主張和平統一啊 這只剩下習近平那個政治局而已啊 離開那個政治局 外面沒有人主張合力統一 那我們有沒有能力撐這一局 為什麼 就是蔡英文嘛 我們不敢檢討 是因為蔡英文跟民進黨引起 那事情 就是有完畢 我們整體在討論這個台海跟兩岸問題啊 跟民進黨的敗選報告一樣 寫了千篇萬語 千言萬語就是不敢講說 敗選責任最大的是蔡英文 完全沒有接觸 一樣啊 我們要看兩岸關係 談什麼自由民主國家主權 有什麼也沒有意義 我們不敢講說 我們的問題是選了民進黨跟蔡英文 所以我們今天必須要拿起武器 去打一場絕對不會贏的戰爭 是 檢討報告不敢碰那蔡英文核心啊 那現在其實面對兩岸的這個分歧 我們沒有在管控分歧 人家美國都知道要管控分歧 我們在幹嘛 我們就是一直不斷的在抹黑 在醜化這個對岸 對我們台灣又怎麼怎麼樣了 可是我們又做了些什麼呢 那宏廷現在呢 這個蔡英文這邊說 我們又要把兵役的時間延長 義務役延長為一年 然後延長一年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是94年生的 這些年輕人這些男性的年輕孩子們 那他們是真的做好了準備嗎 好現在呢 這個民進黨政府趕快也來什麼 也來送個紅包 是要討他們的歡心 讓他們閉嘴嗎 你看今天做了什麼 文化部趕快來發個 1200的文化成年禮 這1200能幹嘛呢 他說可以去看藝文的展演 文化的體驗 視聽娛樂 圖書出版 文創公益等等 消費讓你折底啊 對象就是我剛剛說的嘛 2005年出生 就是民國的94年生的這些年輕人 為什麼 因為他們首當其衝啊 就是這些人即將要延長兵役 從四個月變成為一年啦 那當然也有 有台媒體去訪問了 就是剛好94年次的年輕男學生 高中升級 我怎麼說呢 被問到這延長一年的時候 說謝謝蔡總統 蔡英文 我覺得我的台灣價值又提高了 這個是他受訪時的畫面 你知道這個在網路上瘋傳啊 然後洪廷 可是這個年輕人何辜啊 因為我看到PTT裡面 就一陣的什麼 一陣的在那裡酸他 說他是不是舔貢啊 然後又說他是不是什麼藍白粉啊 還說看他的面相就是一個藍白像啊 就這樣子說年輕人 因為他說他的台灣價值提高 真的實在是太無辜了吧 洪廷 我覺得這幾天針對這個疫情的 這樣的一個問題 其實世修也有講 我自己也有講 在友台講了非常多次 就是我們一直覺得很奇怪 也就是說 坦白講啦 這一次的這個整個 疫情延長的這樣的一個部分 我個人其實解讀 其實他對所謂的 所謂的台海的這個 這個戰事啊 危機的這樣的一個情況啦 其實某種程度上 政治動作大於實質動作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政治動作 因為過去不管是美國國安會 或美國的智庫 或是甚至你看美國以前的國安部長 Mark Esper 他們不是都講說 第一台灣 他們對台灣最擔憂的是什麼 第一 你沒有保衛自己的決心 也就是你的當兵當太少了 然後第二 你的後背 後背 所謂的這些教招啦 這些訓練啦 這些部分 後勤一塌糊塗 所以 基本上我們就好 我們就分兩點來看 前面這個叫做決心 決心問題叫政治問題 跟態度問題 那後面 後面所謂的後背 教招這些部隊訓練這些 這才叫什麼 實質的國防問題 好 那我們現在把這個兵役 所謂役期延長一年 然後從94年延長 然後我們甚至還給他比較好的薪水 給他兩萬多塊 那第一 你要現在在當兵的這群人 特別是士官跟軍官 沒有相對應成長的這些人 他相對部落感馬上就出來了嘛 他說對不起你只來一年 我是十幾二十年都在這裡 而且真正打起仗的時候 除了當年的那批人以外 其他人都是教招嘛 其他人都是要教招後背 管訓這樣子全部再回來嘛 那所以現有的這一批 你的相對待遇有沒有拉高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第二 假設我們今天為了預期延長 其實講真的 真的也都不是為了 因應什麼危機跟什麼 其實就講 講白了就是為了解決政治問題 就是表現出什麼 表現出我們有捍衛自己的決心 從四個月到一年嘛 因為如果假設 今天真的有一個迫在眉睫的仗要打 假設就是明年好了 你覺得延長疫情有意義嗎 現在應該是把所有的這些後背的 這些教招的所有人 全部動員出來訓練嘛 以目前的數字來看 40%的當完兵的人 是沒有教招過的 40% 還是有40%是沒有教招的 然後呢 你應該現在就開始幹嘛 你現在就告訴大家 就是說 世修啊 我跟你講你現在還在所謂的這個 要被動員的這個 後背管訓的 這個後背動員的 這樣的一個命令的年齡裡面 有沒有 明年要是發生戰爭的 你要記得去哪裡報到啊 對 這個是最簡單的嘛 動員去哪裡做組織 然後怎麼做這些 如果假設真的有一個破在眉睫的戰爭 或者破在眉睫的危機 需要我們動員起來 這些事情才是真正面對什麼 國家安全問題的時候 實打實的做法 結果我們現在好像通過了一年以後 然後就欸 好像突然全世界就要來救我們了 是這樣嗎 沒有啊 那我們國力突然變強了 是這樣嗎 我們就因為我們延長了這樣八個月 然後我們就變強了嗎 看起來也沒有啊 所以我一直講說這個問題 其實說老實話講真的 真的就是政治動作大於實質動作 然後你為了這個政治動作 你居然還把他們的薪資長了 然後還得罪現在的這一群 不是 他說我現在有對你們很好啊 我給你們一千二 史上第一次發這種 只有一年 我跟你講一年台灣的出生人口 大概在2005年 大概我認為接近 就差不多二十萬啦 十九二十萬 你這樣就花了兩億欸 對不對 你這樣莫名其妙就花了兩億 然後就打在這一年的這一群人身上 這什麼意思 然後最妙是 這什麼奇怪的青年禮啊 這群人應該講說 欸 對不起 現在看起來男生要去 服役物業的比例高嘛 對啊 結果你男女一起發 那女生都謝謝男同學 就是欸 對不對 女生當然要謝謝男同學 因為現在十八歲的 全部都拿到了 沒有我問一下喔 一千二現在可以看幾場電影啊 我覺得第一 這個政策目的到底是什麼 對 我覺得每一個卷喔 我們過去在解讀 你看台北市我們是專業嘛 對啊 熊好卷貨去發下去的時候 對 每一種卷 它都會往那個卷的強勢通路去走 所以藝文卷的強勢通路會是哪裡 什麼 其實某種程度上 你圖立了特定的幾個大的書店 因為只有那些地方適用嘛 沒有啊 看電影應該可以啊 看電影也是啦 年輕人愛看電影 可是說老實話 因為電影的錢比較什麼 比較低嘛 電影一張票三百塊四百塊對不對 我現在四百了 你一次發一張一千二的 除非你是什麼兩百兩百六張 那大家可能就會去看六場電影 你如果是一千二的 大部分人會覺得怎麼樣 那我就乾脆去某些有沒有 書店有沒有 一刷就直接一次把它買完了 而且買什麼東西都可以 也不一定只買書啊 或什麼的 那某種程度上 也有往特定通路的 這樣的一個之嫌嘛 所以這兩億某種程度上 幾乎大概我可以預測啦 就像我們當初在講五倍券六倍券的時候 全部都往什麼 全部都往便利商店去走嘛 對不對 所以文化券 文化券這種藝文券 你講真的 你看某特定通路他會拿多少 對不對 大家應該一想就知道是哪一家 對 他們就會拿到多少 然後針對單一一年的 然後你特別給這樣的一個部分 我覺得這個程度上也有差異啊 對啊 你看以前我們蔡公投是稅務專家 對不起喔 眾所稅 眾所稅前10%的家戶 繳了80%的稅是前10%在繳 然後你現在一次把所有的 好你說還稅於名 或者是藝文券特別發給18歲 對 這也很奇怪啊 對不對 就是說你的政策目的到底是什麼 我們做什麼事情都講公共政策 你要有政策目的嘛 你這個只給他的目的 好像就是真的要對這18歲的 這一群人要特別好 那特別好的是源自於什麼 源自於你對他的虧欠 源自於你對他的羞愧 還是什麼樣 但問題是你光是發一個1200 我真的講 其實年輕人真的只是會覺得 你很好笑 而且我覺得蔡政府也要講清楚 說明白啊 你如果真的是對這一群人虧欠有沒有 那你就直接再把這一群人 再加上去就好 你也不要 對不對 你政策目的要一致嘛 你虧欠哪一群人 你就照顧哪一群人嘛 你為了預蓋彌彰 然後為了讓大家覺得就是說 好像沒有圖利特定的這個族群 你搞了亂七八糟的 有意義嗎 真的沒有意義 所以你看 所有從木兵研議這些 全部都政治動作 因為對實務上來講 沒有立即性的幫助嘛 所以我就覺得 這真的蠻奇怪 就是說你為了那麼多的政治動作 去做這件事情 那你做這件事情 你要跟他先解釋 先跟大家講清楚 今天我們到底國家是遇到了 什麼樣的危機跟困難 我們需要做這些事嘛 對不對 很多國家 特別是我們最喜歡新加坡好了 新加坡它對民眾的概念 是不是都很清楚 國家現在什麼狀況 我們要做什麼事情 所以就這樣子 那我們政府不是應該也要這樣嗎 我跟你講 兵役延長 這是何等嚴肅的大事 結果現在 你為了希望能夠 塞住這些年輕人的嘴 你就說 我給你一千二 我讓你看四場電影 好不好 這是多可笑 你覺得這個能夠讓年輕人 因此就不會在網路上面說 蔡英文的不是嗎 這是一個高級酸 這個高中生 那現在呢 他去酸了 結果問題是 還要被一些側翼去出征 好不好意思啊 你們這些濾營 高端疫苗 還有他母公司基亞 到底該不該查 應該要嘛 涉嫌內線交易這件事情 在利多利空消息之前 有沒有洩漏消息給親友呢 當時股價 在二零二零到 這個二零二一 這段期間 股價八三塊 漲到四百一十七 然後有異常的 最大的一個交易量都出現了 那麼現在呢 士林地檢署已經指揮 調查人員搜索 犯嫌 住所 查扣手機筆電等證物 基亞董作 張士忠等 18人被搜索 約談 張士忠在訊聞之後 以三十萬元交保了 可是這事情呢 幾個疑點 第一為什麼選前 當時第一時間沒有去查呢 那麼甚至呢 也有明代就在問 當時包括 蔡英文的蘇貞昌 是不是都是表態力挺高端呢 這是一點 第二 還有花了那麼長的時間 你等了那麼久 那現在再去查 有沒有所謂證據 早被淹滅的問題呢 那麼現在呢 連台北市長蔣萬安也說 衛福部當時都沒有清楚的說明 採購疑雲 而王鴻威也表示 蔡英文當初力挺的 國產疫苗涉嫌犯罪 請問蔡英文自己 要不要出來說明呢 師兄 我們先問問看大家 大家覺得 蔡英文總統會出來說明嗎 不會嘛對不對 你光是論文案 他就沒有出來說明啊 疫苗案他怎麼會出來說明呢 對不對 那高端這件事情其實 這一段時間就是這兩年來啊 當然非常多人在懷這個內線交易嘛 當然我們觀察到說 在每一次他重大訊息宣布之前 他那個交易好像有點奇怪 可是就很奇怪啊 就是更奇怪的是 為什麼選錢都不辦呢 對不對 那我覺得我今天看新聞 我覺得這裡面貓膩最大的是 貴買中心的董事長陳永成證實 他說從2020年11月以來交易異常情況 已經有五次移送檢調處理 那如果你說到今年10月 那總共被移送了九次 所以我就問啊 你看連貴買中心的董事長 都出來證實了 這一謀長段的時間 其實不是沒有人檢舉耶 真的有移送喔 有移送了九次喔 為什麼檢調完全沒有放消息出來 欸檢調都在幹嘛 檢調在忙著查高鴻安 在查明治廟嗎 不查高端嘛 都是高嘛對不對 都是高啊 但是有偏心嘛對不對 所以今天你說這個士林遞檢啊 這繽紛十六路啊去搜索啊 去約談什麼雞牙啦高端啊 對你們當然該做 可是已經過了兩年耶 或者一年多了耶 也太慢了 相關的通訊紀錄大概已經被滅了 因為如果你只是看說說 在重訊公佈前 有交易的情況 這部分很難定罪啊 因為大家都想要賭一賭嘛對不對 欸明天重訊或明天那個 那個那個臨床失業 欸結果開出來 有人看好覺得說這個一定會過 所以明天開始股價就會漲 我就大舉的買進 那有些人覺得說 我覺得明天這個出來應該會失敗 所以我就放空對不對 所以你在交易前 本來就會有比較高的交易量 在重訊前會有比較高的交易量 所以你如果要去追查 所謂的內線交易 你要有非常確切的在 重訊公佈前的通聯紀錄 告訴他說 我們已經預先得知了 臨床試驗的相關結果 或是會影響股價相關結果 然後透過這些內線告訴一些親友 趕快去花籌碼去購買 可是都已經過了一年的時間 你相關通訊記錄LINE 什麼Messenger 全部都可以刪除記錄了 你還等到檢調去查 我再講一次 貴買中心銅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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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甚至买完股票 然后又一波涨了之后 你就脱手了 酒菜已经割完了 然后让那些散户去接刀子 然后你都已经赚保了 然后记录也可以删掉了 你现在才去搜索有什么用 我们就看啦 这个一般来说这种侦办案子 大概半年一年会有初步的结果 真正要上到法院审理 可能快要一年的时间 我们就看嘛 我们算算明年农年过后 总统立委选择就开打啦 我们在总统大选期间 你看看士林递检会不会继续有动作啦 相比之前高宏安对不对 哇那个北检放消息 说什么侦查不公开 在我国就是个笑话 巨细迷遗好像如临现场一样 我们就看到时候事检 在明年年终的时候 在总统大选的期间 敢不敢透露高端案侦查的过程 哇那可是更重要的选举了 我相信不会啦 但大家就等着看嘛 九合一大选前就按兵不动嘛 那所以等到到了2024 是总统大选了 那士修就说 那就更让人好奇 那他还会有什么进一步的动作吗 大家想想看嘛 回来你说那蔡英文呢 蔡英文你说 他会回应这些事情吗 他现在反正也不再开记者会了 不是吗 这个蔡委员你看 蔡英文是31号早上9点 那天星期天耶 星期天开一个国安高层会议 讨论民生经济的议题 其实那也不需要被记者问饱问满了 因为不会有人问他咯 没有一个这样的记者会了的话 那蔡英文是不是 反正他把他想要讲的 该讲的讲完了就没事了呢 那另外一方面 现在大家说 蔡英文真的开一个国安高层会议 能怎么样呢 大家就要问说 现在我们都在等着看 看你是不是要进一步的 来好好的处理 有关于民生相关的问题 那大家最近舆论最关切的就是还税于民 这个其实是王宏威最早提出来的 那立委 我最早提 是喔蔡委员先提 那您先提 宏威也提 立委后来也跟进 然后就说发现金最好 结果现在发现到说 结果妈妈市长开第一枪 呼吁蔡政府 如果要还税于民 干脆直接发现金 然后网友也上万按赞 那偏偏呢我们也不知道到底现在是 不是说超增吗 四千多亿吗 可是又看到财政部告诉我们说 现在呢中央政府债务5.7兆 平均每个人负债24.6万元 现在这个政府到底是有钱还是没钱 委员 我跟大家算一个数字 他说我们中央政府债务 总共累积了5.7兆元 我们台湾这个一年的GDP 多少呢 我们一年GDP是差不多八千亿美金 八千亿美金 你换算一下大概是24兆台币 那中央政府5.7 就算5兆对25兆好了 也不够多少 也不够是五分之一嘛 五分之一就百分之二十 你知道美国多少吗 一百三十五倍一百三十五percent 你知道日本多少吗 两百五十percent 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 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数字 这什么叫高呢 所以的确我们觉得每个人负债24.6 但是这个这个负债本身 很多东西就是你马路上看到的马路 盖在那边嘛 你看到的什么盖的蚊子管 你看到的很多这些什么 故宫南院嘛 看到很多水坝嘛 看到很多的这个堤房嘛 就是这个钱累积出来的 还有包括什么 包括民进党政府拿去买高端的 通通是啊 对不对 所以有好有坏嘛 我不能说一杆子打翻一帆船嘛 至少在国民党执政时期 所累积起来的债务就十大建设 那为什么把台积电帮到美国去嘛 那个也是国民党借钱来盖的 所以这个所谓的负债 台湾的负债算是相对健康 我们只比一个地方不健康而已 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只有十八percent 我们还二十个percent 不过说还好 谈不上负债太严重了 那现在问题来 什么叫超收税证 就是他们台北市议会核准 给台北市政府一年可以税收多少 然后立法院核准中央政府一年可以税收多少 结果你因为根据现有的税率跟税务基础 一说今年的中手税跟英手税突然间暴增啊 正手税也暴增啊 那暴增以后就超出你原先这个名利机构核准你可以收的钱 在十月底的时候超收四千亿 所以我十十一月二号我在脸书上写 今年春节每一个人红包发一万块 第一个响应我的是立法委员李贵民 他在十一月中啊就马上问这个财政部 有没有这回事要不要发给大家 财政部也没有说no也没有说不no 那扯之后我们债务有多少 对啊 赶快把非债拿出来讲 无聊嘛 对不对 那个什么 让你觉得说我现在没有发现金也是应该的啦 规则你五千亿好不好 五千亿是在5.7兆变成5.2兆有什么意义啊 没有意义嘛 第二个更严重的问题是 我民意机构立法机构没有核准你收那么多 你怎么可以收那么多 一样的道理啊 没有核准你可以花这个钱 你怎么可以花这个钱 一样的道理 所以为什么要平均发给每一个人啊 因为每个人缴税不一致很难算 最重要大概平等税收核准权 就是我一人一票 我我并没有说我缴税缴 缴的多我就有两票选喜庸 没有这个本事 但是我每个人一票选他 他去执行我们的选票的意愿 说我核准你政府可以收多少钱 那你退回来就平等花嘛 就是平等税务权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哎财政部观念 现在我跟你交宪法好不好 什么叫平等收税权好不好 如果我是一人一票 选出来当然是一人一票盘啊 那当然以前是国王在当主权 都在国王手上民间讲的不算 那可是我们不是没有国王在的嘛 我们没有伊丽莎白女王在嘛 所以很简单道理 就是把它平均退回来 是 那我当时我当时的走到资料到 我们到十月底是超出四千亿嘛 现在应该超出五千亿了 四千亿里面你一个人春节发红包 因为今年大家疫情走统约特别难过嘛 你看这个马路上可以看得到很多很辛苦在工作啊等等 那你该怎么办呢 就是对不起我经济不好 我要超收 那我一个人补贴 那你一个家庭如果有四个 你就可以拿到四万块嘛 但至少在今年的年菜 大家不用伤脑筋嘛 日子好过一点嘛 不要再去印那个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几倍券 就书贞帐那种脑袋的时候想的是这种怪招 那你说很难发谁说很难发 第一个我告诉财政部很简单 我教你财政中心都有所有人的资料 每一个人都以银行户头 你挑个银行户头 我直接把鱼王怪打进去嘛 因为每个人一个人只有一个身份证号码嘛 你这太容易辨识 难道我们两个身份证号码一样吗 美国就是这样子的 美国的打进去 真的比如说小孩子太小 没有这个户头的话 也很简单 就直接怎么印一张支票 叫他里长办公室 支票上面就写什么 写身份证号码 保证不会错 对不对 这有什么难的呢 那一定都不难 还要我教你吗 所以我就很无聊 现在就是 如果不是民进党提的都很难 如果民进党提的都很简单 他连发钱都想要赚一票 他现在选输了 为什么 你看嘛 李贵民在这个当时的这个十一月提出咨询 原本里没有人理啊 对 好了 现在这个一选输了以后 民进党党团开始想说我们发一万块 对不对 超之后开始发一万 国民党党团就跟着上来了 卢秀人也上来了 罗志强上来了 对不对 对不起 我很乐意被你们抄了 我没有智慧财产权权了 但我真的希望在今年的过年发这个不是很难的事情 是 我们台湾的金融机构 不是那个第三世界什么加纳象牙海岸 我们的户口制度是很完整的 我们身份证号码没有重叠 不像那个美国阿里布团 因为他们是根据驾驶执照 一让物斗再发了 名字相近还发错都还有了 我们不会有这个问题嘛 那为什么不做 就是因为他觉得他拿来绑装比较实际 因为2020选举到了嘛 5000亿都好绑装啊 而且那个东西在预算上 他基本上可以挪然挪去 所以选举选票才是最重要的 那现在这个红婷你看 我刚刚讲说 零到六岁国家养 这不也是什么 高宏安在那里喊了嘛 新竹市要这样推 新竹市议会的民进党团就出来说 不要排挤其他的预算 还有市府你要自行负担的 这恐怕年一达25亿以上 有没有这个钱 苏贞昌讲的时候就说没有问题 这个中央要做零到六岁国家一起养 2021年的2月23号 他就说我们一定会让年轻的夫妻 减轻负担啊 他们讲的都算数 那现在呢在台上的官员 像花敬群身为一个内政部长 背询的时候居然敢走下台 是觉得国民党的立委李贵敏 是怎样戳到你的痛处吗 然后呢还说什么 没有人有能力回答你这种的啦 然后你看还说他 这个李贵敏委员讲的问题 是不着边际有吗 绿营的民意代表像王世坚就说 花敬群如果在台北市议会 他早就会被轰出去 你在台北市议会你最清楚 然后王世坚说 我会丢一根粉笔 请他画一个圈 在那儿罚站 但是你看现在我们就来讲讲 请问一下你内政部长 你还好说嘴吗 你发布了今年第三季全国 以及六都房价负担能力指标 房贷的负担率都已经破40了 根本负担力一直在往下掉 全台湾负担力偏低 内政部请问你只会发一个这样的调查 你做了些什么 宏廷 我觉得整个国家都真的都乱七八糟 其实我跟委员报告 税征超收已经很多年 但我们那连续六年 其实这红卫为什么会说他先 是因为我们那时候2017年 我们就一起喊过一次 2017年 早在五年前 大家就已经讲过一次 那你整个把结构摊开来看 我们超收的税到底哪边多 这几年都是哪里多 营锁税 盈利事业所得税 还有证交税 所以换句话说 就是营锁税跟证交税 超收的部分占得比较大 然后刚才我们提到 每个人缴的税 众所税 众所税稍微多一些些 大概多了十几百分 大概差不多了 所以大概也才多一百多亿而已 所以实务上还是这两个税比较大 那这个时候 我觉得普发 或者是怎么样来做 所谓的这个社会救济都可以 为什么 其实你想想看 营锁税主要多在哪里 三家 三家最大的营锁税 居然占了这个国家 10%的税 10%的税 三家而已 三家公司就占10%了 所以一% 整个国家一%的公司 缴了多少税 占了多少营锁税你知道吗 75% 三分之一的公司 只缴了不到一%的税 所以税的结构 其实是很尴尬的 是什么 其实大家不要认为说 我们税都是我们在缴 对不起 税其实是很 贫富差距非常大的一件事情 所以既然是最有钱 最赚钱的这一群人 缴的税有没有 拿来补什么 拿来补在疫情之中 最受伤的人 我认为是最合理的 你想想看 刚才我们讲营锁税 其实缴的比较多 几乎都半导体 对 对 因为在疫情的 科技业这一波 对不对 再来是什么 再来是所谓的证交税 证交税是有资产的人 他们因为频繁的交易 然后在最后一波 因为QE的状况 前几年赚很多钱 这几年比较辛苦嘛 对不对 但是这一波疫情里面 没有现金 没有资产的人怎么办 他们其实是最辛苦的 然后通膨是谁在承受 是他们 真的想要花钱买东西 买食物的 也是这一群人 所以其实我倒认为 就是说 税竟然超收成这个样子 而且摆明了 就是过得比较好的 这一群人 缴了这么多的税 做贡献 除了一部分 退回去给他以外 另外大部分 其实拿来做社会救济 就拿来补这些 比较在疫情之中 比较辛苦的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所以你看 政府就应该要干嘛 其实你看 这件事情 其实不要 不要我一个台北市议员算 内政部长可不可以算 内政部长可不可以把 这个结构讲清楚 所以回过头来就 应该的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个比较好的立法院的监督环境 你看现在这个立法院的监督环境除了 对不起我们蓝营的人数当然真的少 然后我们的蓝营的因为人少 站立可能没办法发挥 另外一部分是你立法院院长根本就自我阉割嘛 不是吗 你居然会议主席居然敢让一个被执行者直接走了就走了 对啊 这个在我们台北市议会有可能发生吗 那时候那个主席什么的也都没有反应 对 对民进党自己执政党的招委嘛 可是你看王世坚讲什么 王世坚说他如果在台北市议会 他早就被轟出去了 对不起台北市议会的议长是谁 是我们国民党的 你一个民进党的 你一个民进党的议员 我们有不让你咨询吗 我们有袒护我们自己的人吗 所以怎么样去维持一个监督的环境 我觉得很重要 而不是说你看 这个事情当然除了我们国民党自己要负一点责任 就是我们立法院的战斗力应该要再更加强以外 最大的问题是 你立法院长跟会议主席 跟民进党的会议主席 我们怎么会让你自我阉割成这个样子 莫名其妙 是啊 可是现在我们来回来讲一下 苏贞昌是不是就是不下台 苏贞昌选举惨败说应该要负起责任来 还说自己是从不恋战 可是各位我们看到绿营的立委 一个一个出来在讲了 是陈廷飞质疑他 检讨报告怎么没有检讨行政院 高嘉瑜也在负责 是不是内阁应该要团进团出了呢 可是就算再怎么说自己是不恋战 苏贞昌就是没有下台 海皇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呢 里面真材实料 比方说它有这个严选的大干贝 那么另外呢 在这个里面 你还可以吃得到这一颗一颗的 这个鲍鱼非常非常的新鲜而且肥美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798的代码来上网代购